工人将融化的铝叶倒进模具 这是在制作涡轮增压器的外壳 但是在这之前 要先制作出它的外壳内膜 首先工人摇晃箱子 让沙子流进魔学 里面的沙子已经混合了对热敏感的化学物质 随后用喷枪对着箱子的开口喷火 同时燃烧器从两边增温 促使里面的沙子变硬 从而形成魔学的形状 这个蜗牛状的沙块叫做沙芯 它会用来作为涡轮增压器的外壳内膜 接着工人把沙芯放在同样用硬化沙做成的模型里 然后机器把模型的上下部分结合 再将融化的铝叶倒进模型 铝叶会填满沙芯和模型之间的缝隙 等铝叶凝固后 模型会被倒进振动的输送带 露出涡轮增压器的外壳铸件 接下来工人将连接在一起的铸件取下来 就可以做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首先用自动洗床为涡轮增压器的外壳塑形 这道工序的加工精确度要求极高 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这是涡轮增压器外壳加工前后的对比 接着技术员用仪器对加工的内部进行检测 确保没有任何缺陷或不平整的地方 现在就是组装涡轮增压器的所有零件 工人将一个轴承插进铁心外壳的一端 然后给另一个轴承涂上润滑油后装进另一端 这些轴承会用来支撑连接涡轮机和压缩机的轮轴 再将轴环和第三颗轴承安装在总称上 并螺丝固定 接着用金属板盖住轴承零件 避免涡轮增压器在转动时 里面的润滑机溢出来 工人把整个中心外壳翻过来后 将金属隔热片安装在底部 然后安装轮轴和涡轮机的液轮总成 接着在轮轴的另一端安装上压缩机的液轮 并喷腔加热使液轮膨胀 让它插进轮轴的最下方 等它冷却收缩后 就会与轮轴紧紧贴合 接下来用震动分类台 以高速转动压缩机 同时用电脑分析压缩机的震动情况 即使是最轻微的震产 也会分析出问题的原因 再用砂轮仔细修抹压缩机突出的部分 使其达到平衡 接着把压缩机装进螺旋状的铝制外壳 这种形状的设计 能高效地把空气导入引擎 并用一个金属环把压缩机固定在外壳上 然后将涡轮机的这一头 也放进另一个螺旋形的外壳 它能把废气引向正确的方向 一组涡轮增压器的制造 大约需要15分钟时间 最后这些制造好的涡轮增压器 就可以装进发动机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